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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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快到了 Carrie,你有沒有想買禮物給我? 沒有,我都沒有錢怎麼買 不行的,我們經常用錢 你怎麼可以沒錢? 我儲不到錢就沒錢了 我們今天請到四位嘉賓上來跟我們說一下 他們是怎樣賺錢和怎樣儲錢的 Hello 我想問一下,現在我們大學生 其實很多時候要用錢 你們會不會抽時間去做兼職? 我自己會做一些補習 但其實不是由早上回到晚 其實一天可能抽幾個小時的時間 其他那些都是自己自由的 那你補習大約賺多少度? 你補習大約一個月的話 可能幾千元 都夠的 都夠的 因為你知道補習的時薪比較高 所以你不需要由早上做到晚 都可以一個月自己夠小 補習其實都 你不用給很多時間 但是你賺的錢就比較多 但補習你會很勞氣 我猜要給學生幾道心臟更快 而且會很辛苦 如果你是連續跑四個小時 然後兩個小時 其實你中間就會 開始 辛苦 然後就會 辛苦 然後你回學的時候就會覺得 真的要努力聽老師說話 你明白老師有多辛苦 我本身有兼職 我也是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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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 始終做教育這個行業的話 跟補習差不多 人工都是不錯的 其實我也是回幾份兼職的 因為我都有日曆 可能有時候早放 我又可以回兼職 我也回三份了 有兼職 再加上自己又可能開網店 兩邊再平衡一下 都找到有幾千元 你呢?你有沒有回兼職? 我有啊 我都是補習 可能有時候的活動是做幫助 我也有啊 活動幫助其實很好玩 又好玩又可以賺到錢 又找到不同的人 又可以在裏面 可能有些奢侈鞋 我上次回了一個 是拿了一件 不是拿了一隻貝 是印了他們的活動名字 很特別 很漂亮 還有三張氣氛 還有三張免費的泡谷卷 我是雪糕卷 Kenneth 為何不說話 我開始覺得 其實你不賺錢 你每個人都在背負我 我發覺你每個人都在背負我 你每個人都在背負我 你每個人都在背負我 說真的 我現在有點內疚 因為我除了暑假回過之前 就是回過兼職後 如果我上班後 我的成績就 一落千張 鹹水色 那家人就不想我這樣分心 就不想我上班 我也可以說暑假回過什麼 不過我也是很普通的 就是我也是做售貨 在服裝店裡 Hello Welcome 我們 就說一下泡沫水 全天就站在那裡 Hello Hello 不斷移動客人 然後 這件事上班後 就對著這本書 就是這樣 那你現在用的 都是那時候賺下來的錢 是啊 還有爸爸其實每個月都會給一點 所以上班那裡就 我沒有什麼好分享 但是用的方面 其實都 就是怎樣去 就是省錢 是啊 都很重要 是啊 怎樣去省 那你怎樣省 其實你要省錢很簡單 因為我沒有什麼地方好花錢 你說 聖誕節都是不用約 都不用用 看不出來 精油不搭 Kennif精油 是嗎 招粉絲 招粉絲 20歲 是 是 是 認住我 麻煩你 20歲晚男 是 我的生活就是 上學 上學 吃飯 健身 睡覺 哇哇 一天兩次 這樣 你可以說健康 可以說沉悶的 不過不要緊 所以 因為洗得不多 所以就變了 是的 就不用了 那其他人會怎樣 省錢 省錢方面 其實我會有的習慣 就是會 抹下每個月的支出和收入 就好像別人的公司的數 可能因為 我之前也有上過類似的工作 可能真的不知道是否上得多 就給了一些感情 然後自己也覺得 幫自己去管理一下自己的財政狀況 也是不錯 因為可以看著 糟了這個月好像洗得多了 然後就控制一下下個月就不會這樣 但我覺得抹下數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經常忘了自己用了多少錢 我經常會以為自己掉了錢 不見了錢 掉了 因為我經常打開銀包 咦?為什麼沒有了一張500元 因為剛剛用了 然後自己用了 暢散了 然後就會有一點精神緊張 抹下不太好 去抹下一些錢 一號五百元 二號五百元 除了現在慢慢開始養成 每天都抹下數的習慣之外 因為我本身其實是很喜歡買東西的 一個人 看到護膚品很想買 衣服很漂亮 都很想買 但如果這樣買的話 就會發現錢會很快就用光了 我慢慢在想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如何可以少花錢 但又可以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可能都是因為一時的衝動 所以就 對 當時很想買 然後就花了這筆錢 我就在想 可以把 想買的東西 做一張list出來 就是作為一種 購物聖誕 對 就是作為一種 一種獎勵自己的禮物 以及小禮物 如果是 譬如說完成了某一個目標 或者是有什麼事做得很好 覺得自己做得很好 對 就會去買其中一件東西 去獎勵自己 一來就可以 令自己不要因為衝動 而馬上就買了一件東西 二來就可以真正買到自己 喜歡想要的東西 嘉嘉就有句子你明言 請分享 就是想要不等於需要的 你想要的東西 就不一定要買到 可能你想一下就算了 我經常想買 我跟嘉嘉一說 然後他就說 就會不停在一個耳邊說 你想要不代表你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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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停說 然後 最後 他會說到我會真的覺得 下一次我跟他說想買什麼 下一秒就說 算了 我知道 我想要不代表我需要 然後我就會不買 因為他就是這麼複雜 懂得洗 大姐那一刻會發脾氣 算了 不買了 你不就自己買 好像Candy那樣說 你忍到那一刻 你就會不買 我可能有一個袋子想買 我可能不停跟媽媽說 跟身邊的人說 我很想買那件東西 很想買那件東西 然後說了幾天 他就很光顧你買 然後第二天 為什麼要有一個袋子 就是他幫我買 要是我可能過了那一刻 我趕了幾天 但我都沒買到 然後我之後會遺忘了 我想要那件東西 然後就 可能又看了別的東西 然後就分類了要買那件東西 那你會順利 那你會順利 但我一路循環 就變成最後沒有買到一樣東西 就沒有買到 就沒有買到一樣東西 因為給別的東西 不斷去代替它的位置 那存錢方面也有一個 就是 其實 其實你只要 你沒有現金在手 你就不會亂花 這個是一個其中 一個很重要的 說真的 你想買 一千元 你只有五百元 你買不到 那我就這樣的 老爸每逢給我錢 因為我家裡有幾個錢包 那我老爸給我 一家用過錢包 二千元就把超人 過錢包 不是超人的 我舉個例子 把超人過錢包 到你真的想要的時候再拿 但是通常 再不然就直接給我二千五元 因為我有三個 一個就是貨 現在就是用的 擺五百元 然後另外 一個 我真的想要儲的 我就會再擺五百元 那其餘 剩下的就擺 其餘的錢 那我就是儲的錢包 那我不用的 我只是用兩個 就是又懂得賺錢 又懂得儲錢 那你的錢會用來做什麼 其實 其實我跟Kennels差不多 其實都沒什麼機會用到錢 因為有時候上學 上班都忙 對 你們兩個 人家少有自己 人家少有自己 然後 所以 但是其實 你的錢存在一起 其實就是為什麼 因為 小弟 都是 小弟 都是家貧子弟 但是其實 我們的學費都是算貴 所以 又不能期望 家裡給你全付 那你自己也負擔一點 我覺得 幫得就幫 怪女 很乖 是啊 Kenneth 我完全沒有這個念頭 你這個很猴慕 很慚愧 你們呢 會用什麼 Kenneth就沒有地方用的 可以 主要 其實都是 這樣 可以放在戶口裡 吵起來 有時候 你看到戶口 金額多 你會有覺得 你存了這筆錢 都會是 上課之後 可能 將來有更好的升學 又或者是 就是 去旅行 又或者 可能給家人 給家人 都是 可以在那裡付 都是儲定的 我的話 都是用來做儲蓄 還有 自己會想負擔自己的生活費 零用錢 然後 想儲蓄的話 譬如說以後 可能想學 學東西 就是學英文 或者學一些電腦程式 怎樣用的課程 都要用這筆錢 或者去 還有一些交流團 實習團 這些全部都要錢 對 很貴 自己付回 那筆錢就有用了 我們今天聽了 怎樣儲蓄 怎樣省錢 以及正確地用錢的方法 在快來到的聖誕節 希望大家可以儲蓄一筆錢 用在大家想用的地方 去旅行也好 去儲蓄 將來的目的也好 希望大家可以在聖誕節 過得開心一點 其實大家都是大學生 很應該留定一筆錢 去將來做生涯規劃 我們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見 Bye Bye by bwd6